嗨 大家好 我是熱愛螳螂的韋傑老師 這期要跟大家介紹螳螂的構造 頭部篇 讓我們開始吧 這是一般人眼中的螳螂 我們稱之為頭部的地方 通常有著兩根長長的天線 以及兩顆圓圓的球 這兩根天線被稱為觸角 是他們主要的嗅覺器官 多數螳螂的觸角是虛狀的 由一節一節的觸角小體所組成 有些種類的觸角末端會彎曲 就像聖誕節的拐杖堂 少數特別的種類 他們的觸角是結尺狀的 就像整理頭髮的梳子 不過只有男生才有 而在大多數情況下 男生的觸角會比女生的更粗 同時上面裝了更多感絕毛 讓熊螳螂可以在森林中 追蹤雌螳螂的氣味 這兩顆球叫做複眼 是他們主要的視覺器官 不過複眼的形狀 並不總是圓的 有些螳螂的眼睛是橢圓形的 有些是水滴形 但是在尖端突起的部分 並沒有複眼 因此不具有視覺功能 有些極端的例子 眼睛會非常突出 看起來像不像舞會的假面呢? 在螳螂的兩顆大複眼中間 有三顆小小的東西 看起來很像和尚頭上的戒巴 這是螳螂次要的視覺器官 我們稱之為單眼 用來感測光線亮度的變化 最後要介紹的是嘴巴 也就是照片中黃色的部分 螳螂的嘴巴屬於咀嚼式口氣 其中包含了兩片像剪刀般鋒利的大鱷 幫助他們撕裂食物 好啦 以上是本期一週一堂課的介紹 我是熱愛螳螂的韋傑老師 希望你喜歡本期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